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最晚骑是今天12月19号进行的春蓝杯八强战 由黑方、申敏军对战白方、唐卫星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骑新小木、白骑二连星、黑骑点33 然后双方一言不合直接选择米刀定式 而且并没有走出这个米刀定式里面比较简单的几种变化 还是选择较为复杂的 接下来基本上都是固定搭配了 我们就顺着这个实战慢慢看 然后脚上双方互相破眼收气 这个也是必然的变化 之后黑骑往外面断白骑长 黑骑这个地方也可以收气完之后多压一下 再打 然后白骑拖先刮脚 发展上方的模样 反正对于白骑上面这块空的话 如果说白骑高挂 那黑骑就可以直接外靠了 这样白骑围上面 黑骑以后发展右边 实战黑骑直接打 少压一下 那白骑就打持 然后低挂 低挂的话 黑骑先往左边点 也是瞄着脚上这里的断打 所以说白骑紧气之后 直接虎一个不断 这个地方AI的建议呢 就是白骑冷静沾上就最好 因为黑骑没有任何的借用 实战白骑想要眼位好一点 虎在这儿 那黑骑马上刺 还有断打 白骑得站 这里就多被黑骑交换一下 然后黑骑靠压另行 反正这个地方呢 不是黑骑飞阵就是靠压 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把白骑的空啊 给他压缩 接下来白骑三路拖 沾上黑骑沾 白骑这个地方 因为上面是个软头 并且空还没有完全撑住 所以说也可以压过来 这样就跟着黑骑一路推 而且推过来之后呢 白骑的空围住了 黑骑虽然说沾上很厚 但是白骑仍然可以抢先手 往右边分头 这样也可以限制黑骑的后卫 所以说这个压怪是可以走到的 实战白骑直接分头的话 差点意思 因为黑骑马上往这儿飞啊 也是一个先手 上面还有断点 白骑并一个黑骑可以再逼住 实战黑骑没有飞 直接逼住的话 那白骑X2 黑骑点 这个是对付X2 然后黑骑想要发展大模样 常用的一个手段 白骑如果说就老老实实连回的话 黑骑肯定是靠压 白骑挖斩的话 黑骑连回 拌完之后打吃穿出来的话 黑骑还是放弃无缘的空 然后着重来围右下角 实战白骑贴住 先交换一手 那刚才白骑没有连回的话 这个手也不可能拐住了 不然的话还是一个道理 黑骑外面包扎 白骑活在里面是不太能满意的 所以说白骑也是 非常这个暴躁的选择冲出来 黑骑先断 这样的话 长一个多送两颗子 外面有先手 黑骑再扳头 白骑这个时候不能再用强了 只能拐回 先联络 接下来黑骑这个粘走的一般 这个骑虽然说这个断打 再打吃连续打压过来比较俗 但是却非常有效 因为每一手骑都紧住白骑的气 并且把左边这两颗残子也给拽回来了 白骑上面还不能不补 不补的话马上就让白骑崩溃 打吃完之后再打一骑门 那白骑补一手呢 黑骑利用外面这里的后卫 就可以猛攻右边 封锁之后发展潜力 所以说这个断打再打吃 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不过实战黑骑没有这样下 黑骑是选择站在脚上 然后拐打 再站 黑骑这个地方总感觉 走的有点这个笨重 那白骑球本的话呢 就是二路飞活骑 这样的话是活得比较干净了 实战的白骑觉得这个骑反正也死不了 所以说先捞空去了 这个小飞手脚当然也是非常大的 这样黑骑也就失去了左边继续挂脚为空的心情 接下来黑骑右边二路拖 这个骑白骑要是斑断的话 黑骑藏进去啊 这个白骑沾黑骑可以断吃这颗子 那白骑有损 所以说白骑虎在上面 小肩出头 黑骑飞白骑再跳 接下来黑骑猴一个 那黑骑接下来走的也太小局了一点 这个骑就放白骑一条深路 自己唯唯空让白骑右上做活 这样黑骑不是挺好的吗 右上角又不至于死 外面肯定是有眼的 白骑往中间这里跳 那反正一串单关 黑骑就继续唯一唯 这个骑黑骑没有不满意的道理 实战的黑骑还要往二路飞 这个骑想杀白骑不现实 白骑外面的出路非常的广 而且这样让白骑先见出来之后啊 这个黑骑底下再围就困难一点 比如说走的松一点 飞那白骑下方这里逼住的话 黑骑很难下 像这里夹过来 白骑还有靠三三的手段 搬的话直接扭断 这个骑腾罗太容易了 顶住不让白骑腾罗的话 那白骑外面又拆出来了 这个脚围的也比较小 所以说这个骑黑骑走的就节奏不太对 实战的黑骑是靠住之后断 非常紧凑的拖着白骑 不让白骑脱身 那白骑打出完之后继续压 这个地方看上去黑骑是个猎性啊 但是白骑也是一个猎性 这里如果打吃冲下来的话 黑骑往上一尝 那白骑傻眼了 站这儿冲这儿 站这个被黑骑断打先手 底下全部要被吃 这个白骑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白骑还是先往中间压过来 逃跑大龙 然后黑骑打吃 白骑接下来跑这颗子啊 属实是有些过分 这个大龙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 这边又多出来几颗残子 确实白骑的压力就更大了 所以说AI的建议呢 是非常的灵活的 黑骑打在这儿 反正白骑大龙已经逃跑了 目的也就是为了掏空 所以说白骑应该脱先 往33靠住 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说到 白骑腾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 黑骑而斑的话呢 白骑断 这个地方黑骑随便往哪边长 那白骑打吃完之后爬先手 脚伤再长活骑 活一个小脚呢 白骑已经可以满意 中间这里是不是会被黑骑吃掉 那也无所谓了 实战白骑有点恋战 所以说把这颗子给拽出来 黑骑连半 这个骑看上去还是比较凶啊 白骑双打吃之后提 黑骑主要就是为了这手 先手沾之后可以挖到这儿 这个就是影响白骑的联络 看白骑往哪边打 如果说白骑往上打 黑骑沾的话 右边白骑可以便宜一下 最终还是要把这个尾巴给连回 那黑骑可以外面断 这样白骑想要突围的话 只有卖掉中间这几颗子 这样黑骑也就顺势吃通了 这个是黑骑的意图 实战呢 白骑是往底下打 那这样的话被黑骑双打吃 中间的骑金被黑骑提掉 黑骑这里就多了一个打结果 不过白骑外面也算是联络完整 不过底下白骑最多花怎么办呢 现在如果说黑骑往外面长一个的话 那白骑是相当难下的 这个地方就算先提节 对于黑骑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 右边打吃先把这四颗子联络 白骑外面跳也跳不了 这个被黑骑冲的话就直接冲断了 然后从这冲的话被黑骑扳头 这个气啊全是紧住的 所以说这朵花是个假眼的话 黑骑往外面长 那白骑这块骑很难走 搞不好就死了 实战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生命军选择往底下长 那不是放白骑一条生路吗 生命军后半盘经常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误 这个时候果然又来了 完全就是不负众望 那接下来黑骑沾 沾结的话白骑团住 先保留这边有眼 然后跳一个 把大龙安定 那黑骑走了半天 这个龙又没吃到 然后底下要后手连回 还要被白骑先往脚上去套 黑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骑的局势已经差不多要逆转了 然后就看脚上了 脚上反正碰三三 黑骑想进吃不可能 往二路搬的话 这里反搬连搬 断打长一个 然后白骑压过来之后 打吧 火骑 看得非常清楚 实战 黑骑搬在外面 白骑断 黑骑连回 然后白骑脚上还留了一个后手活 先把这个花连回 黑骑如果说打入的话 这个骑白骑是可以通过冲完之后断 弃掉这两颗子 然后外面先手包扎住的 然后黑骑挂脚的这颗子就算进去了 所以说黑骑是先小尖补掉这个冲断 那按道理来说的话 白骑肯定是应该挡住 这个挡住非常的大 黑骑要是连回上面这个小尖的话 那白骑再往左边拆 接下来就收关了 白骑左下的这个潜力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白骑也可以满意 实战白骑是吃掉上面这颗子 那底下的味道就变差了 黑骑再打入进来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白骑要是冲断的话 黑骑就可以三路脱 搬 这样就可以把脚给套掉 所以说白骑损失这个脚的话 吃上面到底划不划算是个问题 实战白骑算了 飞阵把自己联络 然后黑骑点33 这地方AI觉得呢 反正白骑已经守不住了 所以说就转到其他地方去围 反正要抢先手 比如说冲完之后就不走了 左边点完之后 跳下去 又围控 然后又威胁黑骑这一块 让黑骑要往中间单关联络 这个是围边控的走法 实战呢 白骑二路飞也是为了抢先手 黑骑小尖做活的时候 白骑回到右下 举火脚 这里虎一个已经差不多了 黑骑如果打吃沾上的话 白骑爬先手立火骑 脚上黑骑拐下来 白骑立直四 黑骑拐在这 白骑虎一个之后脱先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后手活 那白骑先往底下去冲断的话 当然价值也很大 黑骑右边一路打 白骑还是先往左下定型 逼迫黑骑去做活 黑骑一路搬沾 走得非常撑 白骑这个地方不要随手沾 沾是俗手 立在这也是可以联络的 并且让黑骑底下露着风 黑骑断打之后 上面尖顶 白骑补掉这个挖断 接下来的话 黑骑是没有去再往脚上补一刀 而是往中间这里想先手搜刮 那这个就来到最终的胜负处了 其实右下角的话 黑骑不补是吃不干净了 白骑可以撑这个结 你要是站的话呢 那白骑作也变成一个打击活 你要是往底下再一路打 那这个有两个结的存在 这个里面味道是非常差的 黑骑把脚上一提 白骑局部不活 但是提到一路 紧住黑骑外面的气啊 这个碰完之后以后断 黑骑也就这个头大 所以说 这个骑里面白骑以后 是有折腾的空间了 实战白骑往上面扳 然后黑骑先刺一下 这个是好刺序 先长的话呢 被白骑往这个地方坐眼分断 那黑骑不太行 因为上面虎一个 黑骑冲完之后断 白骑贴住连回 这样黑骑两边都得补 补右边的话 中间被白骑给尖死 然后黑骑要是小尖 逃跑的话呢 白骑往右边这里冲掉这个尾巴 黑骑的损失也很大 实战黑骑先尖刺 然后再尝一个 白骑冲 加来是黑骑的一个败招 这个骑应该先跳 先跳完之后呢 白骑靠近来破眼 黑骑再冲 中间被白骑冲断的话 黑骑可以反冲一手 因为马上右边要连回 等白骑沾上的时候 黑骑断打完之后 再拐出来 然后中间还有断 这样白骑不能去补上面 补上面被黑骑断的话 这个白骑齐不够 直接被反杀了 沾上黑骑可以往上面打 那白骑沾了 黑骑连回不用说了 这个黑骑赚大 冲完之后断打的话 黑骑可以断吃 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结 那黑骑总有其下 形成结的话呢 黑骑找结材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骑 最起码是一个打结果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骑是搬一个 然后再走这 这个就不对了 白骑右上角先搬 白骑如果说脾气火爆一点 马上就给你打这个结 一路搬过来 中间现在就变成 白骑的一个现成的节菜库 白骑只要沾上 你黑骑就必须得去坐眼 活骑 然后白骑就再往右上踢结 这个结黑骑要是被打爆的话 那右上大龙全得死 实战呢 白骑也是算清楚了 右上这个结啊 就不去动用了 直接往中间封锁 扳 黑骑冲白骑沾上 黑骑在断的时候呢 白骑团住是一个好手 不要去沾 沾的话完了 被黑骑断完之后 长 直接把白骑给闷死 这个没有任何可以逃跑的空间了 所以说白骑团好手 黑骑打吃 白骑冲完之后 把这个眼给破掉 这个还是个先手 然后再打 这个地方白骑千万不能怂 如果说怂 虎一个不断的话 黑骑上面虎先手 白骑切断 黑骑团住 活骑 这样白骑不行 所以说白骑继续打吃 杀骑 黑骑外面断打 白骑是可以跑的 这个地方白骑完全可以跑的掉 然后黑骑拐下来呢 这里白骑也不能随手挡住 不然的话被黑骑跳一个再扳 这个骑太紧 白骑要被闷死 所以说白骑赶快跳回 黑骑挖 白骑打吃完之后 连回去 那这个骑黑骑中间被吃的话 肯定不行了 黑骑这个误算非常的致命 接下来是黑骑最后的挣扎了 冲一个 白骑脚上挤 黑骑打出完之后 做活 白骑双一个补断 黑骑沾右边 那白骑吃左边这三颗子联络 实战黑骑沾 左边这三颗子 白骑想活的话非常容易啊 靠下去就活了 这个地方不管黑骑先沾先打 白骑都是活骑 先打的话 连续打沾上 白骑 打吃在这 这也不是一个解 黑骑打白骑长 就近活 先沾的话呢 白骑搬了之后活骑 左边让黑骑先动手 白骑也是活的 夹一个破眼的话 白骑底下打吃 已经里面有只铁眼的情况下 在网路反夹 又能做出来之铁 所以说白骑两边分别一活 黑骑就可以投子了 实战白骑先往左边贴住 这个地方白骑也是越下越嗨 还想再让黑骑难受一下 黑骑往上靠住 中间打吃 这个是连续打枪 然后黑骑也就反不了了 这个地方反正左边跟着硬 也是死路一条 那不如就站着死 黑骑直接把底下大龙一杀 这个非常爽 反正舒骑至少能吃一条龙 也是不错的 那白骑左边一朝 那黑骑也宣告这条大龙 要死了 这样的话死得透透的 被白骑跳一个 长里面一只眼 那这个一死 里面的这个双活 也变成假双活了 两块骑一起死 那实战黑骑是飞 这个也是骗自己的一个招数 这个黑骑再搬 白骑打 黑骑如果说打吃的话呢 白骑提 这个也没有用 这个就被白骑直接拍死 里面还是一只眼 实战黑骑沾 白骑送一个 黑骑再打 这个地方白骑怎么走 黑骑都死 提到的话 黑骑也是死 这里团柱沾上 白骑断打完之后 小尖破眼 死掉 实战白骑是提掉 那走到这儿 黑骑也没必要下 这里面 不用看就是肯定是死骑了 这样的话 这个转换黑骑 左边死两块 白骑底下大龙死 这个黑骑的空也差远了 那这盘骑呢 也是相当精彩 一直下到中间的时候 双方这个局势都非常胶着 但是生命军也是进入到中盘 就是老范这种低级错误 首先是底下往这个四路长一个 没有把白骑这朵花给包围 就非常让人看不懂 然后中间这里掏空的话 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黑骑至少可以在里面搞出来一个节 但实战呢 先往上扳 让白骑沾上 把这个自己的后路断掉之后 再往里面左眼 最终就有一只眼 然后稀里哗啦往底下一冲 发现这个骑已经不行了 中间必须得死 又想把白骑底下大龙给卷进来 那唐伟星呢最后也是稍微调皮了一下 没有直接做活 先往左边去 这个搞一下黑骑的心态 黑骑最终也是选择直接转换 那这个明知道转换不行 但是最终黑骑也是这样下了 最终大龙一死 那白骑获胜 好那也是恭喜唐伟星 进入到这个四层的比赛 好那这番骑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